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精讯观察 追求真相 解析实事精讯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俄罗斯是美国的强大对手 99%的芯片依赖进口 为什么不害怕美国卡脖子呢 二战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就开始了与苏联的冷战对抗 由此开始持续40多年的冷战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一波 虽然俄罗斯的实力不如以前了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并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的持续遏制围堵 这是因为俄罗斯整体实力虽然不强 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强大的军事工业 和庞大的核武库 这使俄罗斯依然是世界军事强国 也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 和美国叫板的国家 时至今日 美国把中俄当作在全球的 两个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对两国采取了 一系列的打压政策 尤其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 及半导体产业的打压尤慎 这使我们相关行业发展 遇到一定的障碍 相对于中国而言 俄罗斯芯片99%依赖国外进口 为何俄罗斯不惧美国 及西方国家卡脖子呢 精讯观察 看天下事 最新数据 深度分析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欢迎朋友们下方评论留言 喜欢的朋友 拜托点击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忘了旁边的小铃铛哟 这样你就会第一时间 收到我的节目更新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回到正题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今天就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其中的原因 全球芯片市场主要分为军用 和民用两个市场 民用市场基本上被美国企业所垄断 比如英特尔 AMD 高通等芯片制造商 在全球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垄断了全球大部分市场份额 而其他品牌竞争力则相对比较弱 而在军事芯片应用领域 各国为了安全需求 基本上都是走的自主研发的道路 先来说军事芯片领域 苏联比较重视发展军事工业合众 工业 所以苏联的军事工业体系很强大 而俄罗斯又是继承了苏联的军工体系 这使俄罗斯 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来发展 如今 俄罗斯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 俄罗斯在一些尖端武器领域 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并不逊色于美国在航空 航天领域 俄罗斯在世界上依然处于第一梯队 对于尖端武器和航空航天等领域 一般都需要精准的控制系统 这都要用到芯片 但是军用芯片不同于民用芯片 军用芯片追求的是安全稳定可靠 使用功能比较单一 这就是军用芯片不需要做的 像民用芯片那么小型化 所以对制造精度要求比较低 而且军用芯片关系着国家安全问题 俄罗斯军事工业很发达 自主研发和制造军用芯片 也是毫无问题的 这就决定了军用 芯片俄罗斯不需要进口 也不会被美国和西方国家卡脖子 这是因为俄罗斯比较重视这一块 但是俄罗斯的民用工业及科技的发展就比较落后 我们经常见到的民用科技产品 基本上是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 发达国家的产品 很少看到俄罗斯的产品 这其实就说明俄罗斯 在民用工业这一块比较弱 举个简单的例子 俄罗斯国家杜马每次换届之后 都要为一元配备智能手机 而在今年9月份 俄国家杜马为450名新当选议员 采购的是中国realme公司的手机 从这件事上就可以说明 如果俄罗斯有高性价比的智能手机 那么为一元配置手机 可能就不会采购国外的了 俄罗斯的民用工业比较落后 芯片这块同样也很落后 这就是迫使俄罗斯不得不依赖 从国外进口芯片 所以俄罗斯的民用芯片 基本上是从国外进口的 对国外依赖度高达99% 既然俄罗斯对国外芯片依赖比较高 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 是不是就可以 卡俄罗斯脖子了呢 其实不然 这是因为俄罗斯民用工业不发达 其芯片需求市场比较小 对美国及西方国家行不成威胁 这就使美国及西方国家没有必要 在芯片这方面 卡俄罗斯脖子 美国自己的企业也要赚钱 如果不卖给俄罗斯 这就百百损失一笔收入 卖给俄罗斯会让美国企业赚钱 美企为何不卖 美国之所以在芯片等 一些半导体关键部件对中国企业断供 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的实力 和竞争力非常强大 已经在全球同美企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 换句话说就是抢了美企的生意 这才迫使美国动用国家工具打压中企 如果美国不对华为进行打压 估计现在全球手机份额第一 非华为莫属 当然 这只是一个缩影 中国的崛起及实力的增强 对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行重塑 这让美国利益受损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于是将我们视作主要的竞争对手 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政策 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 走独立的自主研发之路 这样才能不受制于人 所以 俄罗斯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 99%的芯片依赖国外进口 之所以不担心美国卡脖子 这是因为军事芯片俄罗斯 走的自主研发之路 而民用芯片企业实力较弱 市场需求比较小 难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国为了让自己的企业多赚钱 没有必要对俄罗斯进行芯片断供 所以 每个国家国情不同 其面临的外部环境也不同 我们显然与俄罗斯不同 所以要走的路也不同 芯片被称为人类工业文明的皇冠 从随处可见的一捧黄沙 到内含数以颗晶体管的拇指大小的芯片 整个过程涉及到光学 化学 物理学 材料学自动控制等等 几乎人类所有学科 芯片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 制造的最复杂的产品 按照产业前后端划分 芯片行业可以分成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芯片封装测试三大产业 从难度上先后顺序讲 芯片制造 芯片设计 芯片封装测试 像华为 苹果 高通都属于芯片设计企业 台积电中芯国际 格罗方德 则属于芯片制造企业 三星则是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都能做 在芯片制造方面 光刻机无疑是最最核心的设备 其成本占到了 整个芯片制造成本的30%之多 而在芯片设计方面 ARM指令级则是最最核心的技术 全世界超过90%的手机 平板电脑都是采用ARM指令级来设计的 但是在去年9月份 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突然提出 要以400亿美元从日本软银手中 收购英国ARM公司的所有股权 对此 中国工程院院士尼光南 是100%反对的 他曾经给出了严重警告 尼光南院士的警告 尼光南院士在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 向在座的产业大佬发出警告称 ARM原来是英国公司 后来日本控股了 现在美国正在启动并购ARM公司 如果并购成功了 肯定是对我们非常不利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相关部门 一定要否掉这个收购 尼光南院士是不是在危言耸听 其实还真不是 事实上 ARM指令级已经是手机芯片 平板电脑芯片的事实标准 像华为苹果高通三星这些厂商的芯片 几乎全部都是采用ARM指令级来设计 为此 他们需要向ARM指令级的拥有者 英国ARM公司缴纳价格不菲的专利费 更严重的是 现在全世界的主流芯片架构只有两种 一种是美国英特尔的X86架构 我们家里的电脑和笔记本芯片 就是X86架构 一种就是英国ARM公司的ARM架构 一旦ARM公司真的被美国收购了 那么全世界所有的台式机 笔记本 手机 平板 电脑 蓝牙耳机等等 几乎你能想象到的所有芯片 都要得到美国的允许才能设计了 这无异于在全世界 所有芯片厂商头上悬了一把 达姆克里斯之剑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把脑袋割掉 每芯片巨头被调查 400亿美元或成泡影 事实上 不光我们担心被美国卡脖子 欧洲的科技巨头同样担心 比如一法半导体 恩质普 这些欧洲芯片巨头 他们主营的汽车电子芯片 工业物联网芯片和通讯射频芯片等 也大量采用了ARM架构来设计芯片 一旦美国收购了ARM指令级 到时候给不给他们用 收多少钱才给用 主动权就全在美国方面了 有人说 欧洲和美国关系那么好 美国应该不会利用ARM架构 卡欧洲科技巨头的脖子吧 这种想法实在太天真了 别看欧美之间好像紧密不分 其实内心都各怀鬼胎 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 一个朴素的道理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以 就在当地时间11月1日 欧盟委员会已经郑重宣布 将对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收购 英国芯片设计公司ARM的交易 展开正式反竞争调查 看来霓光南院士的警告奏效了 不光我们自己在思考 被美国卡脖子的问题 欧洲人也开始未雨绸缪了 这是好事 毕竟把鸡蛋放到 一个篮子里的后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鸡飞蛋打 目前欧盟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结果如何还未可知 但是我认为极大概率会被否决 美国想以区区400亿美元 就实现完全掌控全世界 所有芯片架构的目的 实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即便欧盟不否决 我们的商务部 也同样可以否决这个收购案 因为根据我国的反垄断法相关规定 即使并购案的双方都是外国公司 但只要他们的年收入 在全球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市场超过4亿元人民币 那么相关收购案就将会被纳入 中国商务部的监管当中 很明显 无论是英伟达的显卡 还是ARM的授权费用 都满足了以上条件 所以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一票否决 大家怎么看呢 我们应该否决美国英伟达 收购英国ARM公司吗 不知道各位朋友 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 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想了解更多右下角点订阅 热期分享到这 感谢你的观看 下期再会